来看一下有关那个阶层的部分 所谓的阶层,实际上各位其实可以Google一下 维基百科里面就会有相关的介绍 不过我们没有需要了解这么深入 其实所谓的阶层,实际上就是 假设N的阶层,比如5的阶层 实际上就是等于是把5一直乘到1 那其实当然你也不一定用乘到1 因为乘1的结果是一样的 所以其实理论乘到2就可以了 但乘4,如果你为了便利的话 当然其实就可以把它从1乘或者是乘到1都可以 那首先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完成这个题目 第一个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题目的要求N的阶层 也就是说输入一个正整数N 然后把它的阶层值做输出 那这边有一个范例就是15的阶层 得到的结果是这样子 那当然也就是写一个程式可以满足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输入输出 那也就是说15的话理论上就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里面的话当然就做一个什么 做前面是累加 那现在是等于是把那个成绩等于是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呢我们应该怎么写 理论上跟前面的写法有蛮多其实是累同的 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只有一个 所以其实假如说你前面写出来的东西 要拿来修改倒也没有说很困难 那首先的话当然我们用那个4把前面这个改回来 如果说我拿刚刚这个程式来做修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蛮多地方都是一样的 阶层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看 第一个的话当然输入了多少的阶层 所以A的部分其实可以拿来用 所以这个地方一样把A等于这个EVO 然后INPUT这个部分先输入了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思考阶层 那理论上就是哪个数字一直乘 当然你这个地方所谓的阶层 你可以怎么样 由大一直乘到小 当然你也可以由小一直乘 结果是一样的 那如果你是由大乘到小 当然你那个回圈就反向回圈 一定要是最后一个数字要-1 那可是如果说你假设 由小一直乘乘到大 那其实就不需要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 理论比较简单 一样是什么 for i 一样是in range 然后呢从哪一个开始呢 从1开始 OK 逗点 到哪一个停下来 那A的下一个 A停下来 但是我们这个是stop 哪边停 就给他的是A加1的词停下来 那后面当然我们不是反向的 所以不需要-1 如果你当然颠倒过来是可以-1 但如果没有的话呢 逗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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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输入 OK 冒号 Enter一下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那个 它相乘的结果 把它存 把它怎么样 把它加总起来 所以呢一样的道理 我们跟前面那几题都差不多 前面一定要有一个ANS等于0 然后帮我把它什么 乘完之后的结果 怎么样呢 把它这个存起来 所以一定要把它存在ANS底下 那存的话怎么存 前面是加完之后存到前面去 那现在的话是乘完 乘完之后呢 存到前面去 所以呢 乘的方式 其实跟刚刚那个蛮像的 一样什么 ANS等于什么呢 ANS自己本身 OK 乘上什么呢 I就可以了 OK 那不过呢 因为从1开始 对不对 所以如果假如说 我们ANS从0开始 那0乘上1 欸不对哦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理论上应该什么 我们ANS应该从1开始 不能从0开始 如果0乘上任何数字都为0 所以这个记得 因为底下我们是要 相乘 而不是相加 OK 另外的话呢 因为ANS本身 已经是1了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1乘上后面这个数字 应该是2 所以哦 I的值 你不能从1开始 因为已经有1了嘛 所以这个应该是把它改成2 2 这样的话 它才会怎么 1本身有了 乘上I 从2 乘完之后存起来嘛 然后再下一个的话呢 I等于3 所以再把1乘2的结果 再乘上3 再乘上4 S类推 一直乘到A 加1 停下来 OK 最后的话一样嘛 所以其实比较 难一点的地方 其实应该在这里 就这个地方 所以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给的值 你稍微 能够从它的那个 题目里面 如果能够理解的话 那理论上 应该就可以得到 我们要的结果了 OK 然后 最后的话呢 我们来 最后把这个结果 给print出来 所以这边的话 我一样把它按Enter print OK 然后把这个ANS里面的结果 把它print出来 这样的话呢 理论上就已经写完了 OK 所以其实这一题 看起来蛮困难 实际上 它跟那个302题 其实还蛮多雷同的 差异性的话 可能要特别注意 如果是乘的话 那一定记得 这个初值不能为0 OK 那这边的话呢 因为1已经 这个乘过了 所以这边从2开始 OK 好 那我们来试试看 结果会不会 他给我们的 我们先用5 5的接乘应该是120 所以试一看 OK 执行一下 那我们这地方的话 输入5 Enter 120 那如果假设输入 那个题目给我们的 输入15 输入Enter OK 那是不是130 767 然后后面一堆 所以这边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结果 假如说呢 跟题目要的结果 也会是一样的话 那应该是没问题 130 7674 36 8 000 OK 那这样的话呢 结层部分就完成了 OK 那其他当然啦 这一题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所以你也不要把它弄很复杂 那当然如果你说老师 那我想要把它改成换回圈 可不可以 可以啦 其实改的方式呢 基本上就跟刚刚讲的是 一样的 其实就三个地方嘛 第一个的话 就是它的初值 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逻辑 它的逻辑 所以初值 最后步进 如果 后面没有 其实后面 应该是0.1 就是 i等于i加1 那 如果没有0.1 你就自己加一下 所以如果 假设这一题 你说要把它改成 那个换回圈的话 那当然 第一个 i等于2 就是把这个数字拿过来 然后 这个 这一行注解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呢 把它改成 改成 换回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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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于 a 加1 就把那个 这边的值 带过来就可以 然后记得在换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就是它的那个缩牌里面的最下面一行 加上了 步进值 i等于 i加1 这样得到的结果 应该也会跟4回圈一模一样 所以其实 这个好像有一个固定的逻辑 所以1 这个 2的话就是它的这个 3的话 因为这边有0.1 我们省略了 加在这里 ok 这里好像少一个东西 这个冒号 忘了加 因为你 逻辑完 一定要一个冒号 是 to do ok 这个跟这个一样 如果你没有这个冒号的话 那会发生错误 执行的话 看你应该也会结果也有5 Enter 120 然后呢 如果是15的话 Enter 结果也会一样 那请各位试试看吧 就是把刚刚的那个成绩部分完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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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